各位,九龍城最歷史悠久的地方肯定是城寨 城寨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公園 以前的城寨已經歷史悠久 我今天打算去城寨公園拍攝現在的公園的情況 給大家看看,順便回憶一下同年的時間 在城寨的回憶,拜拜 各位朋友,今天我不打算說城寨的歷史 因為很多朋友已經說了 所以我只是想說 我在六十年代的時候 我是七八歲左右 那時候我對城寨的印象和感覺 一般人認為城寨是山不管的 他們覺得山不管是黃島獨 其實大家都誤解了 我看的資料在1898年至1899年的時間 清朝政府的時候離開 這是一個城寨來的 一個兵營來的 當時香港政府和英國政府 中國政府是沒有 租借香港是沒有包括這個地方 所以慢慢形成這個地方 有很多地方有很多比較低下層的人 或者一些新走來的移民 搬到這裏居住 台灣政府、港英政府和大陸政府 都沒有管到這個地方 慢慢形成這個地方聚居了很多這些人 因為三個政府都沒有管到這裏 所以就叫這裏做山不管 我在六十年代 一個小學的同學都住在裏面 和我的好朋友、廠長都在這裏住過一段時間 加上我在九龍城也是住了一段時間 所以對這裏的印象較為深一點 我記得當時我父親有一個朋友 帶我到城寨那裏 因為他喜歡賭錢 下面就有很多那些翻攤檔 大小和魚蝦蟹檔 他就喜歡賭魚蝦蟹的 一下去就走到魚蝦蟹檔那裏 放下我在一個麵檔那裏吃雲吞麵 所以我到現在印象都有很深刻 聽大人說 當時那裏有些地方 有些跳那些蛇舞 拿一些當然是沒有讀的蛇 和一些裸女一起跳舞 吸引很多 另外呢 我有一位好朋友、廠長 還有我有一位小學同學 都住在這個城寨那裏 所以我偶爾都會去探望他們 當然 那裏當然 裏面 我們那時小時候 不知道那些人在做什麼 其實現在就知道了 那些人在這裏 有些貓在這裏 就是吃鴉片煙 因為這裏 那些警察都不會去城寨裏 所以 但是我們在那裏住的人 熟口熟眠 是很安全的 那些做編門的人 那些人都是喜歡太平 不喜歡搞事 所以一般來說 是相安無數的 在那裏出入 其實都很安全的 就算有小偷 搶劫的 都不會搞我們 在那裏附近住的人 這樣就 有一些感覺就是 我知道那時候 香港政府在1995年 清拆了這個城寨 建成一個江南特色的園林公園 因為這裏是1847年的時間 是清兵的軍營 所以那時候 就開始這裏 龍蛇混雜之後 就有一些 內地的人 專業人士 因為來到香港 又沒有那些 那些牌照 那他們都是 走下去 下面經營 牙醫 牙最多 那裏真的很多牙醫 起碼有1、200間 全部都是牙醫來的 因為便宜 所以都有些生意做一下 另外呢 就是 有些 做苦科的 那 有些 呃 女性 那些 那些 做那些 偏門的那些女性 有時有些病 都走下去 下面看 的 看那些 我 我記得 我最小的那個 弟弟 當時 接生 都是 找我們 在裏面有一位 呃 呃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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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 過了幾十年了 那 這些 就是 我呢 呃 九龍城 那些 舊樓 就在這邊 那 很近的 九龍 九龍城寨 這個公園呢 有很多個入口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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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那 九龍 艾城公園呢 就 面積都幾大 啊 那 就 這裏呢 就是 給些人呢 就是 踩單車 單車 那這裏呢 就 跟著呢 跟著呢 就會 走到 一個 轉星頭口 啊 那這裏呢 就會 那這裏呢 就 正式入口呢 正式入口呢 在這裏 啊 因爲呢 就 剛才那裏呢 就是引 一條 小徑 入到來 這個正式入口 我80年代呢 就 開始 去了 美國啊 加拿大 住了 二十幾年 近 十幾年 回香港 啊 這個入口來的 我 早兩年都 經常在一個 城寨公園 啊 三四點 沒那麼曬 就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那呢 就 在這裏 那呢 一路去到那裏 有個正式入口的 那裏 那裏呢 其實這裏呢 其實這裏呢 走呢 就比較吃力的 因爲它有 一些斜坡 上啊 下啊 那樣的 所以後期呢 我呢 就轉了去 走九龍仔 九龍仔 公園 平坦些 那裏就 啊 這裏呢 就是當 當時的 城寨 那個藍門 那 這個是樓宇 那時候 建的樓宇 樓宇 下面的地基 給各位 看看 那 以前那些 青銅磚 就是這些 現在呢 帶大家來 看一看 城寨裏面的公園 裏面的 建的亭台樓角 我 當時呢 在香港住的時候 養了一些 龜 最後 移民 那 就 移民呢 就 那些龜呢 沒有人照顧 哇 拿了來這個 公園 這個公園呢 就是這裏了 這個公園呢 就有 一個 大水池 那在這裏放山 很多 當時很多龜在這裏 現在 那些 政府呢 不鼓勵人家 在這裏放山些龜 最後呢 那些龜呢 被政府清走了 那些龜呢 當時是密麻麻的 我記得 這裏呢 就剛才我們在 那邊走進來 就是這個空地來的 這個空地來的 這個 廣場 這裏呢 這裏呢 就是那個 剛才說過 放山的那個 水池 現在好像 不是見 沒有見 那些 龜呢 可能都有 但是不是多 有 拍近鏡 看看有沒有看到 那些大道 以前啊 我 來這裏的龜很多的 另外呢 就是聽說 周星馳 拍那道功夫呢 那個 那個idea 那個 都是取材於這個城寨 是 因為當時 龍蛇混雜 很多人住 集住在這個城寨 什麼人都有的 這裏呢 這個亭 嗯 這裏呢 拍到些 龜了 開始 現在都有啊 原來 剛才啊 上車 現在就下車 下延車呢 就差不多一個圈了 啊 再右轉 那麼 去到剛才我 南門那個位 南門那個位 就是 就是 一個圈 各位 今天呢 就打 不要打算 大講歷史啊 大家略略 看看這個 城寨公園 裡面 的情況 啊 現在 差不多 我啊 走了一個圈的了 這裏是 其中一部份 另外一部份呢 就 近九龍城 廣場那邊還有的 但是呢 集中就在這裏 啊 各位 那我 今天介紹到此為止 多謝你們各位收看 我現在呢 就這裏 步行經呢 就走 走了 四分一 但是已經 天衣 濕了 那呢 就 滿頭大康 啊 這裏有個 這裏有個出口啊 走到中間這個出口 呢 就是東頭村的 出口呢 就是東頭村的 出口呢 就是東頭村的 現在呢 拆了東頭村 會重新再建 那各位 如果 退休 無所事事 又不用花錢 那 這裏坐 很多 老人家在這裏坐的 那 有時候有些 有些人呢 就在這裏坐在這裏 今天天氣這麼熱啊 老人家都不出來啊 啊 如果 環境 好些的呢 就不用在這裏坐 去走 走去金龍城的木竹那裏 嘆一下冷氣 啊 各有所需 OK 啊 大家看看啊 前面 那些管理員都 太熱了 做做一下事 清一下雜草 都 坐下捨一捨 啊 沒有辦法太熱啊 這裏呢 就有個涼亭啊 可以呢 可以卸腳啊 我涼亭 啊 再限利 這邊呢 就有個公廁 公廁都很乾淨啊 我都在裏面 用過幾次 就是這個公廁啊 這裏呢 就正說我們在那邊走進來 就是這個空地來的 這裏 這個空地來的 這個 廣場 多謝各位 收睇 請大家訂閱 和分享給朋友 多謝了